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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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最重要是看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栏目说的不是很重要的 原来这个故事是想大家推介旅游景点的 反而里面的提醒很清楚 其实我们的活动目的是透过演讲比赛 令到大家知道或香港人知道或评审知道 原来有些活动是很值得我们入客参与的 所以就有这个故事背景了 留意我们今次有个比赛场地 香城中央会堂 我们是演讲时去香城旅游发展稿 入围者会挑出籍和比赛职籍演讲 最重要是这个语境位很多人留意不到 好,就是奖品原来可以参与旅游发展稿 即是说如果你赢了这个比赛 安道理,你是会出席的活动 其实这件事也应该在文章里扣紧 才能够没足到整套的语境概念 而Sandar也有说过 作者洪小淳自己本身很期待可以参加这件事 我相信这个位置Sandar也有提示 我们Data也有提示 但是有很多人在这个位置遗留了 预警 好,今次我们设计了四个活动 我今次也想轻轻告诉大家 它是什么陷阱 让大家知道 陆地来源,鱼饰道冠,莫都琳 都是会用的 Sandar很清楚说明 九龙公寓是否用的 一旦用了的话 我们含文上面就会叫做有砂石 一定要不可以给产品 好,另外大家也会看到当时我们有一个讨论区 这是他们之间的对话 这些对话是用来补充我们的拓子延伸用的 好了,到最后大逆活动 一个是体育盛事 一个是我们的艺术之光 传统综合能力的见假论症 都是看大家你熟哪样东西 例如你熟体育的,选体育 你熟艺术的,选艺术 最重要的,一定要构思 有没有一些香成的例子 真实的例子 如果你本身熟那样东西 按照你要举相关香成的情况 照计就应该是不复杂的 如此类推 好,如果没有问题 我想讲讲这份试卷的陷阱在哪里 其实在声带稿上 其实早已挪裂了几套重点陷阱 我都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时他有讲到一件事 其实就是说 首先,内容是要先指出香成旅游的特色 就算大家看不清楚 不要紧 最主要大家知道 要讲香成旅游的特色 也要讲讲该旅游点对游客的吸引力 好,当中他讲到第一个吸引力 很清楚 就我所见 香成第一个旅游点的吸引力 就是在于多元化 过程之中 会有不同得着 好,多元化 然后马上讲 原来多元化的意思是 宗教、历史、建筑三方面 很清楚了 一分特色是多元化 我们衍生 原来它是在宗教、历史、建筑三个方向 是有吸引力 这个就是近年考评局 都会喜欢做的 拓展方向三个方向 好,然后大家举的例子方面 需要大家讲 它就说 陆地乐园 如释游顾、莫都隆 九龙广场 四者都有 要记住 他讲四条 但爸爸就修正他 要小心留意旅游景 如何配合 留意一下莫都隆 我认为它是集建筑历史 好,很明显 莫都隆 就会有建筑和历史 两方面 好,同样地 我们再延伸其他 可能你会看到 他就跟大家说 其实其他的旅游景点 都有这些东西 好,转一句说话 他说 如果每一个特色 都有一个或以上例子 之类 解说更加圆满 所以这个声带 其实暗藏了高分的要求 有同学会说 我当天就是写了一个活动 那这个景点可以吗? 不是不行 它是一个或以上 但如果我们去比对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有两个解说 加圆满 那这个是不是更加合复 我们整个拓展的要求呢? 饱满的观念 这方面 希望大家都知道 好,接着他说得很清楚 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 他说明第二个特色是 陪陶全面 接着他细心说 原来我们有 特色食肆 交通网络 完善的住宿配套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特色 我们的配套全面 好 那当中 你看到Data里面 是几个月找到这三个东西 好,稍后我会再和大家 去探讨这几个东西 好了 大致呢 我们整合拓展很清楚 现在想说见解论症 见解论症 是做得非常之不好的 那原因是为什么呢? 传统我相信 同学在学校做 都会被老师说这句话 同学的见解论症 不好啊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尤其是今天这份试卷 其实暗藏了一个重点要求 Sandar考试的时候 就说 不如探讨这两个活动的 特色和意义 当时我们很清楚 特色和意义 但如果太死背书的朋友 只要根据过案 Pasker答案 其实有机会重量招架 因为特色 顾名思义 是活动的特别支柱 这也是综合能力的重点考核 因为Sandar如何界定 按道理 我们如何界定那一件事 是最好的 特色顾名思义 就是活动的特别支柱 这个活动是什么个人吸引之处呢?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意义 原来它说 因为是由旅游发展局举办 讨论方向 应该集中在旅游的作用 例如提升、宣传、吸引游客 所以原来我们今次的见解论症很重视的点 就是大家的意义 可否可以说到牵涉到 未来会吸引游客参与呢? 或者对未来提升旅游业有帮助的作用的 这个才是今次的意义 就不是单纯用不同的持份者 例如说对游客有什么意义 对本地村民有什么意义 对工作有什么意义 其实不是这样 就算用这些持份也不是问题 最重要是记住 是要对旅游业是有作用的 反而如果你写的东西 不关旅游业事的话 其实我们就不可以给产品了 这一件事都见到大量的同学 都是犯了这个毛病 原因何在呢? 第一,很大机会是聆听声音 听得不仔细 第二,有机会做组合能 固于过往的学习 或者固于过往的经验 不够灵活 始终这份试短 现在很多东西都变得手把眼见功夫 考试过或者我们无意考试 要想考多三分 分达打胜负 一定就在这些位置设计陷阱 这些大家都不可以不察 好,如果可以的话 都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怎么去做卷 当时其实Data 就很快就帮到手了 而这份试短比较难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抄的整合点 不在Data里面 这就是我们特意在不同的试短里面 加添的色彩 我都这样认为 这份模拟考试 只是福尔公开考试的事件 是不是真的一个很好的模拟考试呢? 所以我们去设计这份试短的时候 我们是以大方向考试的观念 但也希望加添了一些分胜负的元素 在不脱离考试的标准下 在不脱离公开考试的样式下 能够分辨到同学的高与低 但是始终大家在对比的时候 都会看到16年、17年、18年的综合能力 是会有不同的小小质重的 这个只要老师告诉大家 你会很清楚 好了 那我们不如看看这份试卷吧 刚才我们说到 其实不同的地方 会有不同的特色 那我们又想考考一下 同学可不可以看得到 当中呢 其实是刚才那张纸 其实很清楚说到的 不如我们稍微找一些例子 给大家听 学习如何做整合拓展 好像多元化那样 我们看到有宗教、历史、建筑 三方面吸引力 一说到宗教 我想同学都很快见到 就是余式道观 那问题就是 如何可以做到一个好的拓展呢 最后找到的就是 宗教是什么呢 原来他是供奉道家的神奇王初评 但原来除了之外呢 也都供奉孔子观音 那当然不是要大家 对他们本身的故事很熟悉 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余式道的概念 是不是 他虽然这个位置说道家 但好不然是孔子余家 余式道 三教合一的一个特色 大家要在这个位置解释一下 他怎样有宗教的味道 好不? 另外 我们说他有历史 历史的元素 莫都流 和陆地来源 当时是莫都流 比较清楚 我们可以知道是日治时期 你想想 其实介绍日治时期 是想介绍什么呢 合理拓展 当然很自然都会想说 是战争 人民秀 即是人民那种的辛酸 这些是客观可以解释到的 OK? 好有例如我们的陆地来源 原来他说 是有很多不同的特色 出来区 今年还加入香城历史发展为主题 是游乐区和展览馆 你试想想 今年加入了香城历史 是游乐区和展览馆 那就是很明显地 通过游系 来推荐我们的香城历史 指南湖同一道理 都会介绍香城历史 有什么历史 就要看大家 懂不懂得在当时 我们的资料3 聊天群组那里去找到 原来他有大约讲解到 香城历史是当时 因为有一个渔港 慢慢迅速发展成为 一个轻工业的观念 好那这些都是我们 可以解释到 历史的一个拓展位置 好了 到最后 我们说他也会有在建筑方面 建筑 建筑 大家看到渔式道观 它是主殿 和建筑会有五含的 这就要看大家 能不能懂得去分析 莫多楼也是 有中西合璧的建筑 这个可以看到 同学的水准 反而比较有趣 我想跟大家试一下 我再来一个 挺有趣的就是配套厨面 我们的香城旅游店 配套厨面 喝食 交通 住宿 试试 当时我先说特色饮食 我们逐个逐个活动里面 选择来找 好像陆地乐园那样 如果你看到当时的饮食 是什么呢? 原来他说 原来有五星级酒店 OK 第一件事 五星级酒店 是否想到什么饮食 自助餐 是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看到学生去找资料 再理性推论的能力 原来各主题区有小食店 理性想想小食店买什么 地道小食 体验港式文化 这些就是我们合理的 可以延伸的观念 挺有趣的话题 例如刀流 原来他说 提供了不同国家的特色菜 那么我们最关键就是 要说到它是什么特色菜 兼且如何吸引到人 不同国家特色菜 那么不同的旅客 都在这里找回他们的家乡菜 甚至乎 我们可以感受到 是香城味道的家乡菜 这个又会有一个 挺特别的拓展维持 看看大家能不能联想到 原来这些东西 对游客来说都是吸引的 比较特别的一个 就不是那么多人看到的 就是原来他说 鱼饰道观里面 他说也有一个餐饮簿 好了 各位鱼饰道观 餐饮簿 你觉得餐饮簿吃什么呢? 吃素食 好东西 这个真的很难写 不是说学生要写完 绝对不是这样 而是说我们始终统合能力的拓展 这份试卷的拓展 它是比较多不同的资料 可以考到学生做搜寻的能力 就跟你说2018那个有点不同 OK 所以也是那句 试卷的难度 同学自己心里有数 这个也有看大家 能不能准确找到之后 再去深入分析 是一份难度挺高 也挺容易准确分到 同学高与低的试卷 好 接下来我们也看到 就是住宿 这个是五星级酒店 莫都楼附近 原来有各类型的酒店 想想到会是什么各类型 想想如何吸引到有些 什么时候都是配套厨面 贵 有贵的酒店 它是方便 应付到高昂房租的人 亦是喜欢去乐园 方便的人 但附近也有不同类型的酒店 亦是帮助一班 可能是背包客 或者比较低廉的家庭客人 这一类 以不同酒店类型 去吸引不同类型的顾客 好吗 好 这个是知道的延伸点 同一道理 不要举到九楼广场 其实就可以了 反而交通又没有什么特别难度 我们有巴士 地铁 解释都很方便 没有景点 高与低就是这些位置 好厉害的同学 和不厉害的同学 的分别是哪里 不够拓展仔细 就是说地铁和巴士 可以前往 但更加归纳的同学 就是我们香石景点的特色 就是全部都可以有 地铁站和巴士去配搭 特别是巴士 在原文上面 你要叫全部都是巴士 地铁有两个地方 其实可以这样解释 交通方便完善 可以令到游客很容易去到这个地方 这样也不会那么难找 那便节省我们游客时间 最主要想到这些相关答案 这个就是整合拓展 反而整合拓展 正如我刚才在录这段带的时候 讲 其实反而跟我不是特别差 反而是见解论症 很多跟我留意不到当中的吸引 和特别之处 这个也挺难的 不如我们试试用体育活动 这个组的简单例子 让大家可以知道 如何特色和什么的意义 首先 第一个有特色 顾名才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我们这个活动 有什么特别之处 而当中最重要的 就是举不举到一些 恰当的好看的例证 那 官赴我们香城 你想想要我们香城 真的搞到这么大型的活动 有什么呢 原来是24小时期 全天候的户外欣赏世界杯 原来是明星足球队 原来是摊位游戏 和世界七人眼地小人足球赛 做世界首创 加网上世界的一个直播 那其实你看到的特色方面 有很多 譬如我们试试想 其实见解论症 近年高分和低分 为什么这么容易分呢 因为见解论症 不只是论症 其实细心想想 其实还有个见解 如果我们想不到 什么特别之处 其实怎样写都不会好看 而我们想到了 好了 也要判断有没有一个好的例子 有个例子之外 就是带给大家解说的能力 所以几个步骤要全部兼备 才是一份上品的作品 比较容易分到高下 好像这个大型活动感 我好像会觉得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和特色 它没有说的 那你要自己想 譬如很简单 原来它说世界杯 是不是都很潮流 迎合潮流 这个特色 这个活动很特色的东西 就是迎合潮流 好了 另外你会见到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网络 的概念 那它特别之处 是不是就是透过网络去进行 那它迎合到现在我们 社会上的网络需求 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之处 好了 另外你看到有些活动 是世界首创的 是一个新鲜感 其实我们也想到这些答案 再去发挥延伸 比较好看 最后还要举一些相关的例子 证明它真的很特别 或者搞这个活动 其实真的很吸引 就等于你说 我们说潮流 这样 譬如它举到的是欣赏世界杯 还要邀请到明星足球队 在过往我们的香城 有多好可以有这么大面子 去邀请明星足球队去做 有都不是很多 那这些便可以充斩到 或者吸引到有限 对不对 那这个是特别的 在香城里比较少见 你再说到这一件事 例如你说网络文化 那是官乎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资讯 全部以网络来进行 那网络的宣传 能够收到一个很大的效率 而我们的活动在面 全部都会安排 有网上的直播 也都可以迎合到 我们现在社会上的网络文化需求 那其实你看到这些 是很有见解的观念 那你都可以突出到这一件事 真是特别 尤其是在香城之内 OK 好了 同一道理 如果是世界首创 那些创意层面的东西 那你都可以说 反而意义呢 因为宣传说明 是要对香城有帮助的 的旅游业 所以你要想一下 是这一件事 如果很简单 最基本的旅游业 一定是要吸引游客 那我们很自然想 那我们回答什么答案 可以大概说到吸引游客呢 那我们想一下 如何吸引游客 第一件事 其实我们当时的答案字 都写很清楚 就是提升了香城的国际形象 营造了一个国际爱热闹 我们的体育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当时有些人 是真的对体育文化有意外的 自然都会留意到 我们香城这个景点 OK 第一件事都可以吸引到 提升了香城国际形象 提升了知名度 人家就有机会来你们旅游 好 第二个提升工作 人家的协助能力比较难 这个是一个大赢活动 当中所需的人力物力 耗费很大 那当然如果你说 人力物力上面 我们有这样的投资 也有人有经验 我相信对于下一次 他们的工作 就会有帮助 想一下香城的例子 我们香城经常被人说些什么 我们服务态度不好 再去经都听过 今时今日的服务态度 没够的 我记得听过这句话 对吧 想起来电视 都要这样去讲的时候 又是否可以再去强化改善 改善了 对我们的旅游发展 又是否有帮助呢 好 第三件事 你会看到我们答案 会有说到 原来体育活动的中心 有力下一次再举办大型活动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今次这么大型活动都成功 这个是2018 如果2018可以成功 是否可以之后提供更多的合作渠道 来到2019、2020 继续有这么大型的活动 大型活动 而经济容易吸引到游客 来到这里 对吧 反而比较难 今次呢 我们这份试卷比较难的地方 反而是见解的位置 因为近年考小也是 基本上见解类值 就放给大家自由去写作 所以变相 录得的难度都挺高的 好了 反而呢 现在大家知道这份试卷 很清楚的高分要求 我反而想针对着这张评分字 是希望大家当时收到这份试卷的时候 可以看看老师为大家评改的时候 究竟有什么观念 当中现在我们都会有一个好系统的改法 希望务求做到客观完整 好似特定处境那样 我们作为一个演讲词呢 要做一个自我介绍 呼应的演讲环境 呼应可以呼应场地 例如香城会 中央会堂 甚至可以说一下 就是今次呢 我们去入围了 去说这个演讲比赛 大家可不可以说到 开手呢 是不是应该要感激一下 评判给你演讲的机会呢 始终你是入围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虽然你记这封信而已 但是你要假定 你今天这个演讲词 就是当日的嘛 对不对 现场只得评判而已 所以这方面又要注意 也希望大家要知道 就是 原来我希望能够参加本年度的活动 和外地游客交流 这个是Sandar说过 而我们也是Data的奖文 但这个是极小学生可以写得到的 到最后 会否都是祝愿香城女游联 是顺利成功 向各位表达借意 始终任何活动 都可以表达到一个恰当的借意 和祝愿是非常重要的 演讲前架式 例如今次的称谓 应该只有各位评审 始终大家想想 我们这个活动 是希望向外地游客介绍 但其实现场的人 应该只有评判而已 OK 那是向外地游客介绍 很多时候也应该持有现场感觉 除了强调一下我 你们大家 各位评审 这些之外 其实也会适当我们下一些好的物具 增加现场演讲的味道 这也是可以增加到大家预警一些小小的借闻 和方法 OK 反而近年改短 为什么会扯到分数这么高呢 因为就是这个1.25分数 只要你讲到特色 1分 你这个宗教历史建筑 今次给1分 而第三分呢 我希望大家要用到 这三个地方的例子兼备 这样做一个比较客观的整合位置 这三分 反而你这三分的问题都不是很大 是一个拓展位置 就是宗教历史建筑 各位能不能够找到原文里面的东西 再去发挥呢 这个也挺考虑和尋补和发挥的能力的 好 同样地 配套厨面 是特色 食肆 交通网络 和完善配套 再加三者例子 拓展方向里面有饮食交通和住宿 OK 都会见到这个相关概念 拓展方向 好 见解论症 论试里面叫做特色和意义 刚才我也读过 特色 最重要解释的是 它特别之处 再举到香城社会的例子 联想一下香城社会的例子是什么 例如你说 我们塑造过 我们的体育形象 是不是很自然想想一下 就是我们香城 经常都是塑造一个金融经济的地方 其实这些可以解释到 就是我们有需要去塑造体育的形象 网络可以强化一下 现在香城社会的网络是依赖得很严重 全球化都是依赖网络 所以这个活动里面 也正可以投其所谓 针对着这个点 OK 还有世界首创 我们香城社会 如果能够有一些军动的首赛活动 就一定可以吸引 和是一个好的特色 最重要是说到这几样东西 所以你叫这份事件 的考骑上面 都挺斯明的 那说到这份事件里面 最重要反而 是要了解一下 究竟刚才在这段影片里面 有没有什么你本身没有做到 或者是不知道的 希望透过这么简短的片段 可以帮助大家去理解整个考试 考试里面会有信心 所以有时间的 最重要是对证下药 好好改试 今天的成绩 并不是代表着你 未来一定会是这个成绩 只要一个参考价值 让大家明白到 只要有什么可以改试 分数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这份事件里面 做完之后有什么得罪 也希望这段影片 可以帮助大家 应付你们的考试 如果没有问题 希望大家可以进步 所有东西都考试顺利